文奇书 序 627 PGE 本季第一高地上 太祖高皇帝会道成 自少博 姓萧氏 小慧豆浆 汉相国 萧和二十四世孙也 和子暂定侯颜申氏中标 标申功夫愿章 张生昊 昊生养 养生玉使大夫望之 望之生光露大夫玉 玉 生玉使中辰少 少生光露熏红 红生既阴太守产 产生无俊态 守永 永生中山香包 包生博士周 周生蛇丘长脚 脚生周从 侍魁 魁生孝莲修 修生广陵府成报 报生太中代府义 义生 怀英令枕 枕生及秋令眷 眷生辅国参军岳子 宋生明二年久 岳赠太长 生黄考 萧和居配 市中标免官居东海蓝陵县中兜香兜兜礼 靖元 康元年 分东海为蓝陵郡 中朝乱 怀英令枕自宫崎 过江居 靖陵武进县之东城里 玉居江左者 皆乔治本土 家以南明 于是为南蓝陵蓝陵人也 黄考慧臣之 自四伯 少有大志 财力过人 宗人丹阳影 摩之 北衍州四十元之并剑之众 初为剑威府参军 议夕中 蜀贼乔纵出平 黄考千阳武将军 安顾问山二郡太守 善于随 辅 原家初 喜为武列将军 济南太守 七年 又将军导艳之 北伐大败 鲁城胜破清不诸郡国 别帅安平公以瞻眷寇济南 黄考绿数百人巨战 退之 鲁重大吉 黄考试衍兵开城门 重 剑曰 贼重我寡 何轻敌之圣 黄考曰 今日选手穷成 誓已为吉 若负是若 必为所图 为当剑强呆之耳 鲁夷有 批之耳 扶兵 遂隐去 清周次使消私化欲伪证保险 黄考顾见不从 私化诗巨溃走 明年 真南大将军谈到 寄于寿章转战班师 华台现莫 演 周次使竹林秀抵罪 宋文帝以黄考有权臣之功 首书与都赌偿 沙王一心曰 臣之李明执意不再武干后 经你为衍周次使 谈真南详之 黄考语道记无诉故 是遂请 迁辅国阵北中兵 参军 原外郎 十年 萧思化为梁州次使 黄考为齐恒也扶司马 汉中泰 首 帝帅扬南当寇汉川 梁州次使真法护器沉走 丝化至襄阳 不禁 黄考清军前行 公帝为卫星太守 削剑于黄金山 可v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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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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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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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aia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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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is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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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